大家好 之前我们所介绍的converse绘图所绘制的全部是直线条 那么这一章我们将来探讨一下converse绘图中的曲线绘制这一部分 converse绘制的API中一共有四个和曲线绘制相关的函数 那么在这一章里我将一一向大家介绍 那么首先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的绘制一段弧或者绘制圆的这个函数ARC 那么对于这个函数的详细介绍 我在这一系列课程的绚丽的倒计式效果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中 2-3这一部分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如果不熟悉的同学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 那么在这里我只是简单的进行一下复习 ARC函数绘制一段弧 那么整个函数将传入六个参数 其中最后一个参数是可选的 这几个参数分别是 首先指定圆心的坐标CenterXCenterY 指定圆弧的半径radius 指定开始的角度和结束的角度 starting angle和ending angle 最后一个可选参数来决定是否是逆时针的绘制 那么默认的参数是force 表示在默认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不给它复值的话 这个圆弧将是顺时针进行绘制的 在这里对于starting angle和ending angle这两个角度 我们需要注意在默认的情况下 x轴的正方向是0π的位置 之后以这里为起点 顺时针方向依次这个角度的弧度质进行增加 直到绕过一圈圆弧后达到一个2π的位置 无论是顺时针的绘制还是逆时针的绘制 那么这个弧度质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选择逆时针绘制的话 这个点仍然是1.5π而不是0.5π 不是说反过来进行技术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于ark函数的使用 我在绚丽的倒计时效果 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这一课程中 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再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 我绘制了六行弧或者是圆 那么每一行呢各有特点 首先对于前两行来说 全部是使用ark starting angle从零度开始绘制 只不过ending angle依次的增加 那么对于这两行来说 它们的区别是第二行使用了close path来终止路径 对于第三行和第四行来说 和前面是一致的 只不过区别呢 是最后第六个参数使用一个true 也就是采用逆深的方式进行绘制 最后对于五六两行来说 它们的绘制方法大致是一样的 直播最终我将使用contact.fill来绘制一个填充的圆或者是弧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最终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对于一二两行来说 从零开始顺时针的逐渐增加弧度 第二行由于使用了close path 所以最终起时点和中时点会被连接起来 那么对于三四两行来说 由于采用逆时针方式进行绘制 但是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ending angle依然是用这种顺时针的方式 以此加上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弧是最大的 一次的慢慢的这个弧在减小 也就是ending angle在逐渐的去向于2π 在这里依然提醒大家 虽然是逆时针的绘制 但是angle这个度数是保持不变的 最后两行则使用了fill的方式来绘制一个填充的弧 对于这个例子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还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 绚丽的倒计时效果这一课中相关的章节 或者下载一下原代码仔细的研究一下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ARC这个函数 同时也给大家更多的实例 如何具体的应用converse的这些绘制函数 在这一节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综合运用我们之前学习的绘制方法 来绘制一个圆角的矩形 在具体绘制圆角矩形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矩形的绘制 虽然converse有自己的绘制矩形的函数 stroke rect和fill rect 但是呢我们也曾经讲过 如何自己动手编写一个自己的矩形绘制函数 那么原理非常简单 只需要绘制矩形的四条边 以此连接起来即可 对于圆角的矩形 由于存在了圆角 那么聪明的同学一定可以想象到 我们需要绘制的呢 就是八个部分 除了这四条边之外 还需要对这四个圆角一一的进行绘制 那么在具体的绘制过程中 就需要定位这四个圆角 它们的具体的参数信息 那么简单分析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把这八部分进行如下的划分 假设我们从这个点开始绘制的话 那么首先绘制一个四分之一的圆弧 绘制一段长度 再绘制四分之一圆弧 绘制一段高度 以此类推八个部分进行绘制以后 这个圆角矩形就绘制出来了 那么具体的我们需要确定这四个点 也就是这四个圆弧 它们所对应的圆心位置 那么相信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计算是非常简单的 当我们假设左上角这个位置是00的时候 这四个圆心分别是这样的一个坐标位置 在这里将整个圆角矩形的外包围盒的宽度 定义成是VS 高度定义成是HAT 那么介绍到这里 大家不妨自己动手 编写一下这个绘制圆角矩形的函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现的代码 那么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这个函数呢 叫做DrawRoundRect 这个函数有如下几个参数 首先是XT绘制的上下文环境 XY左上角的坐标 VS hat 圆角矩形的宽和高 以及Radius 也就是圆角矩形的这个半径 那么之后 在具体的这个圆角矩形的绘制上 首先我需要写一个Save 来保存一下当前的绘制上下文环境 当然了 大家知道Save和Restore最好是成对出现的 我现在这里头写上 在这之间我首先使用Translate这个函数 来将这个圆角矩形 位移到XY的位置 之后我在设置这个圆角矩形的路径的时候 只需要从00开始设置就好了 相对就比较方便 那么为此呢 我会设置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这个函数呢 叫做PathRoundRect 那么这个函数里只需要传入 这个圆角矩形的宽 高以及圆角半径即可 之后我对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设置StrokeStyle 在这里头 非常简单 我只设置成一个Black 最后我做一次Stroke的操作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绘制圆角矩形的关键 就是这个PathRoundRect 这个函数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PathRoundRect 这个函数的写法 那么首先在这个函数里 我们需要进行一下 BeginPath 和BeginPath相对应的 我们还要做一下ClosePath 之后 只要在这个BeginPath和ClosePath之间 绘制圆角矩形的边框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是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这个代码 我首先绘制的是 右下角的这个圆弧 采用顺时针的方式 绘制90度 之后从右下角的圆弧的终点 向左下角绘制了一条直线 紧接着绘制左下角的这个圆弧 然后从左下角的这个圆弧的终点向上 一直绘制到左上角圆弧的起点 相应的这个ARC绘制左上角的这个90度的圆弧 然后从左上角圆弧的终点绘制一条横线 绘制到右上角圆弧的起点 最后再绘制一下右上角这个最后的90度的圆弧 采用这个顺序呢 是因为这样我整个圆弧是从0一直绘制到2π 顺时针的方向这样绘制下来 这里大家还要注意 最后的一条从右上角的圆弧到右下角的圆弧的这条竖线 我没有绘制出来 而采用close path把它封闭起来了 对这个过程不熟悉 或者看起来觉得比较乱的同学 大家可以用纸笔在纸上画一下 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 那么至此我们整个的JawRoundRect就写完了 在这里大家可以尝试呢调用一下 那么我的调用方法呢 是在这里进行一次调用 我在100 100的位置绘制一个宽是600 高是500 并且圆角的这个半径是50的 这样一个圆点矩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绘制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一个圆点矩形就这样绘制出来了 对于圆点矩形的绘制 为了让它更加的规范化 更加的具有实用性呢 我又进行了一些小的更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学习converse系统函数中 FailRect和StrokeRect的方法 编写了两个函数 我分别把它命名成FailRoundRect和StrokeRoundRect 看这个函数名大家应该就理解了 FailRoundRect绘制一个有填充色的圆点矩形 而StrokeRoundRect绘制一个圆角矩形的边框 另外在参数方面 我设计了Optional也就是可选型的参数 对于FailRoundRect来说 我设计了一个叫做FailRoundRect的可选型参数 那么相应的在这里 我采用了这样一个写法 也就是首先看一下FailRoundRect有没有被复制 如果没有被复制的话 那么就用黑色 否则的话用这个FailRoundRect 其次在StrokeRoundRect中我设计了两个可选型参数 分别是LineWhees 也就是线条的宽度 以及StrokeColor线条的颜色 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设置绘图状态的时候 我也采用了这样的写法 首先看LineWhees有没有被设置 如果有被设置 采用这个值 否则的话就用E StrokeColor是类似的 那么另外的一个改动是 我在这两个具体的圆角矩形的绘制中之前加入了一个判断 那么也是为了防止用户或者说是开发者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把这个半径设计的过大 大家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半径 它的两倍是既不能超过这个圆角矩形的高 也不能超过这个圆角矩形的宽的 为此我写了这样一个if语句 也就是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整个函数什么都不会是直接return回去 那么现在经过这样的修改 我们的fill run direct和stroke run direct就更加实用了 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里我又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如果大家玩过2048的话都会比较的熟悉 我采用这样四行的代码就绘制出了一个2048的期盘格 那么大底上他们的逻辑是 首先我在最外层绘制了一个圆角矩形 这个圆角矩形是最大的整个的2048游戏的外边框 之后采用了双层循环 每层循环都循环四次 一共绘制了16个小矩形 那么对于这16个小矩形 我需要稍微的计算一下他们所处的具体的位置 这个计算过程我在2048私人定制的这个课程中有过介绍 那么如果没有看过这个课程呢 大家研究一下这个代码 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就是根据当前这个矩形的行和列 来计算它所处的坐标的位置 那么每个矩形呢都是100乘以100这样一个宽和高的 在这里头这个圆角半径我设成了6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一个2048的期盘格就这样绘制出来了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完全可以尝试一下使用converse绘图的方法 来制作一个2048的游戏是不是非常的酷 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使用我们已经学过的 以及将要学到的各种绘制函数 来绘制出属于自己的运用程序或者游戏的UI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